整形外科里面 他准备什么 去做捆绑式的强盗案 那时候我们在整形外科里面 埋伏了一个礼拜 结果我们监听的 那个病人 就碰碰碰 掉下去了 后来我们跟老板 对不起了 但是我们不能跟他讲说 人家准备跟你强盗 我在发现场 大家有声音直及 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 我是主持人陈峰德 大概在高中时期 我们一上了金庸的武侠小说 其中射雕三部曲内 有所谓的天下五爵 也就是对中原武林的 五大绝顶高手的一个统称 分别是东斜西毒 南地北盖 还有一个中神通 而在1990的那个年代 台湾的盗贼横行 如果要论其五爵 有所谓的五大绝顶高手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多 不过如果要南北两个的话 倒是各有一位 分别是北道黑金城 以及南偷新义民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车道 锁道等等的窃贼 都算是当时警方 相当头疼的人物 我们就是来谈谈 那个盗贼猖狂的年代 现在介绍这一集来宾是前台北市行代的 肃窃主侦察员王连成 连成哥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连成哥那个时候的窃盗 特别的猖嘴的样子 好像连窃贼都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 是不是 对 窃贼他们干的大案子 我们讲说那个年代 包括永安钟表 永安钟表被抢了 它是七八千万 再来就是金木山云楼的强盗案 再来永达钟表的强盗案 这个都是强盗案 所以他们都可以一次干个几千万 七八千万的案 七八千万 金木山是八千多万 你看都是上益的 老实讲将近要上益了 那时候我们金木山的时候 还没有办法破 那个是中山分局的 那在民生东路 中山分局 还有刑事局也介入 没办法破 破不了案 因为包括他从后面去用铁敲 去敲门的时候 那个痕跡也叫监事单位去鉴定 但是也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来真破 所以最后是你们素切组破的 是 是我们素切组 因为我们当初运气也很好 因为我们在锁定一名叫 绰号叫特董 本名叫陈钦克 我们在锁定他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监听当中 你们发现他脚受伤 脚受伤 在电话中他讲说车祸 车祸受伤 结果不是 不然 他是去抢原平北路一段 永达钟表的时候 他是用穿动的 因为他永达钟表 那个是老旧房子 是铁土造的 不是专造的 土造的房子 结果专造就这样进去以后 跳下去就受伤了 结果他也去士林的星光医院就医 但是就医的时候 他说扯火 我想说你要鬼扯 你去鬼扯吧 感觉这些盗贼都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 也是因为那时候 算是经济比较辉煌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就是北盗黑金城的故事 由于他长相潇洒了 又被称为盗帅 他真的是很帅 真的是很黑黑的 当初我们抓到他的时候 是长得黑黑的 那到底黑金城是干出怎样的切案会获得盛名呢 请听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 1988年到1991年间 是黑金城最为风光的精华时期 据称他总共犯案有200多起 得手有数十亿元的账务价值 他当时到底是犯了哪些案子 很多一些画家还有 应该是画家的画 其实当时黑金城专门挑有保全系统的一些银行 钟表行还有一些艺朗来行窃 其中最大的案子就是一个大陆画家 叫做范增他来台来办画展 这个画家其实是相当有名 当时黑金城就跟南偷新艺民 他们一起去看展 一起去看这个画 南偷就说范增的画 画的真的是不错 于是他们就想说 不如就把他们给偷走好了 于是他就在这个展览里面 他是一个艺朗里面 半夜一戏之间 就把27幅画全部都给盗走 其中有23幅都是范增的增机 因此震撼了整个江湖 他曾经在专访里面说过 在1982年之后他还有犯下另外一起案件 他跟同伙随机潜入当时在外窗溪 那附近的一些住处 想要去犯案 他当时是负责开车 同伙就从屋中里面 当时潜进去里面 只爆出了一台路放银机 这路放银机也没值多少钱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追问同伙之后他才发现说 同伙说围场里面的庭院有够大的 怪得有点可怕 太大了 他有点不太敢偷 在他的逼迫之下 同伙才敢进去里面屋内 过了一阵子 最后爆了好几恐话出来 隔天黑金城看报纸 一看之下才知道说 他偷的那个地方叫做磨叶金社 就是张大千他的住所 他其实偷的全部都是张大千的绘画 当时价值可能就高达上亿元 放到如今 那事实更是不敢想象的一个事实 其实黑金城 其实连城哥好像跟他也有点私交 对不对 我们事后有点私交 因为他当初被我们办理后 被关出来以后 老实讲 如果有看到的话 好像也重量了 他有跟你谈到他的一些成长史吗 成长史是没有 但是他很佩服新移民 他很佩服南偷新移民 为什么 他说新移民比他还厉害 因为他们也透过逃避保全系统 保全系统的 他们是用什么 用保力龙 保力龙怎么去 保力龙 因为大片保力龙 假如有系统这样在照到的话 我躲在保力龙后面 他就逃避保力龙的监视的感应 你看他是用热感度的 感度就不会 这么厉害 对 那这样讲一讲 现在的保全系统 有没有防到这一招 我不晓得 应该有吧 应该会有 不会这么多年都没有进步 因为他那个系统这样 他是针对于假 假如这方面就 假如这边 可能防右边就防到左边 左边应该就不会 还有我们曾破后一个 银楼的强盗案 他说银楼的玻璃不是强化玻璃吗 强化玻璃 他们用敲不破了 你拿铁锤敲就敲不破 但是他们用什么 用什么方式 用锯的吗 不是 他是用冷热 冷跟热 有没有 用非常的 冰 那个烧的 上手的 一支的 烤玻璃 烤的 烤的 然后用冰的玻璃 那个 冰块 不过某步用冰水 噗 破掉 就破掉了 瞬间的冷热交替 这个也是他们教我们的 还有内衣式的强盗案 内衣是我们冬天的内衣 包起来 剩下眼睛 全部都把它包起来 内衣我长袖了 然后领子 刚好包起来 刚好露出一个眼睛而已 所以不用丝袜 不用 一个内衣都可以解决 所以当初我在学校讲课的时候 我们在领检的时候 有发现车子上里面有 这些内衣的话 有可能就是要准备去强盗 黑金城反而是比较佩服这个难偷就对了 我们来讲一下黑金城的一些成长历史 因为其实从小黑金城只有展现出一些绘画天分 对 他有很多收藏 他有很多绘画天分 有很多自己的作品 从国小国中开始 他就有去参加一些美术比赛 只要有参加就可以得奖 后来他就考上了复兴美工 从18岁开始就跟朋友一起去偷车 越偷越多 最后直接被少年队就送去管训 管训就是流氓等级的管训 磁性总队 这次送去管训 没想到透过父亲的关系 他被换到了一个爽靴 专门去画臂爆的 反而在管训期间 没有获得真正的教训 在里面反而跟一些专家交换很多本领 就像是我们在闭关修炼 这关是在受训的 对 这好像研习营一样 越学越多 里面都是一些非常大咖的偷窃的师傅 原本他只是偷车子而已 在里面反而学习到了很多 这些偷窃的技巧 他保险箱也会开 他真的会开 会 会开 但是我们事后叫他开的话就不会了 就不会了 这么奇怪 可能在里面闭关之后 就修为突破了 就因此成为了北道的基础 黑金城之所以会被关 是因为起初做了太多大案子 行政院的郝伯村 就点名说要将他给弃补归案 直到1989年的时候 黑金城首度落网 当时他的北道的名号已经出来了 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 他又再度落网 这一次他是因为犯下了一条八年的强盗罪 他当时坦诚说他有持有枪支 持枪勤欠就是强盗 不是偷而已 如果你是偷的话 罪情没那么重 可是你拿枪的话就是强盗了 黑金城他的说法是说 他只是 他不偷不抢 他说他只偷不抢 不会去伤人 东西拿到就走了 会拿枪是因为 当时他说他要嚣张 因为嚣张是更可怕的 嚣张是跟黑道 你要碰面 所以你怕黑是黑 所以他怕黑是黑 才会拿枪要来防身 他也说他在犯案时 都会带着一只狐狸犬 这个狐狸犬是干嘛用的 如果外面一有动静 就会大声的吠叫 让他知道会有一些危险 他也说在领检的时候 车上如果有只狐狸犬的话 警察就看到很可爱 就不会去多看一些里面的内容 就可以让圆检比较去卸下防薪 这样子 我没有想到他在1991年就因为这样子持枪的关系 然后背了一条80的强盗罪 当时他想说完蛋了 这一被关只要关非常久的 可能出来就要变老头子 就要在服刑完毕的之前 林辰哥好像就注意到了他 因为他在阎湾在职信总队的时候 我们去接训一个抢夺的案件 就管理人说黑金城要出来了 黑金城要出来 他还是做一些坏事 我就等他出来以后 就跟监理说我那边的他有电话号码 先一直电话号码 先把他做监听 监听以后 慢慢路续的发展出很多的电话线 包括他女朋友 包括一个张姓的 包括一个小王众 他几个人的电话号码以后 去把他做一个监听 监听最好的就是他一个女朋友 怎么说 因为他女朋友 他不晓得我们在监听他 黑金城打进去的时候 你去干嘛 叫他女朋友打电话给 所以他这个时候已经关出来了 关出来 但是他是已经清白的 所以你觉得他可能关出来之后 一定还会在做坏事 你刚刚讲的盐湾总队 盐湾然后什么职信总队 那是什么样的地方 也是职信总队 就是盐湾的职信总队 在那边是在干嘛的 关混堆了 也是关犯人的地方 那是管信总队 以后我们就把他知道电话号码以后 我们出来以后就开始监听 中间从监听当中里面发现 他的很多一些童年记录 包括他的蜂巢 包括他从台北这边下去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线索 我们不知道他在台南犯的案子 都不晓得 我们知道说奇怪 从台北这边出发 几个人的蜂巢 怎么一直到台南的永康 知道他们基地台的位置吗 基地台的蜂巢 就四五个人的蜂巢 怎么陆陆续续 他们有通话 通话里面就有蜂巢的点 点以后高速公路 以后到了晚上12点多了 11点半 11点50左右了 奇怪 他们怎么说集结都在 永康的 燦坤的 卖场的 沐进 蜂巢全部五六个人都在那边 结果我们隔天以后发现 台南的永康 燦坤被强盗了 那我们想说奇怪 当初听黑金城的电话里面 也有讲说 还有其他的同伙的电话里面 也有讲说叫师傅进来 叫师傅进来是什么意思 是叫黑金城的尼米 尼米开保险箱 是 抢了多少 105万 105万 105万以后 五六个人要怎么分 一台一台的现金 晚上不能点 不能数 一台五台 一台一台一台 就是这样离开的 一人就可能拿20万就走了 当时其实这个案件 它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听完之后 后来发现说有被抢了105万 然后这个过程是说 这个店长他们是说 有几个人就拿着手枪进来 然后威胁他 以及另外一个职员 然后用胶带反绑他们的眼睛跟嘴巴 最后他们用一个铁鞘去把里面的金库撬开来 然后最后拿走里面的105万现金 当初他们有带枪 我记得印象没有错的话 他一个姓林的机型车司机 开了那部车 把个人分钱钱完以后 然后回到嘉义交流道的时候 下了交流道以后 枪把它放在机型车上 结果后来又跑去 回来去找 要去找 有找到吗 应该好像没有找到 那去穿要等着客人取来 你说半夜累了是不是 抢完夜累了 因为女后人不斑的 大家都买一斑的 不斑的走 你们听完这件之后 你们倒是有跟台南那边的警方 没有 我们其实是台北的 孟令氏 孟檢察官 你們有跟檢察官講是不是 檢察官講 因為我們監聽的時候 都是檢察官發的監聽票 都是跟他講 再來也有監聽到台中的 大甲的蔣公路 蔣公路裡面有一個竊盜案 前面那一件是1998年的11月發生的 後來你說在1998年的12月 隔一個月之後 又發生了蔣公路的案件 蔣公路 因為蔣公路那個電話號碼是嗎 是黑金城打電話給他的鋼琴的女朋友 叫鋼琴的女朋友打電話進去蔣公路的 蔣公路裡面有電話 我們也有把他監聽到 他叫女朋友 你打電話進去 有人接的話 就說要不要請教叫 沒有人接你就掛掉 你表示說沒有人接 他就可以進去偷竊了 這是住宅嗎 住宅的 後來以後我們發現 他打電話進去跟他女朋友講的話 叫他女朋友 你打電話不要用你的行動電話 你要出去外面公用電話打 因為他很聰明 他的電話有在監聽 他查出來 他就叫他女朋友 你不要傻傻的 不要用自己的電話打 要出去外面用公用電話打進去 他女朋友盆強是在當鋼琴老師 再來我們做他的時候 他也在陪在身邊 他女朋友知道他黑金城是在做切刀的嗎 應該知道 我想應該即使不知道也裝迷糊 後來我們去問大甲的大甲分局裡面 有沒有發生切案 有 就是他 就是黑金城幹的嘛 也是間接證據 是間接的 後來又發生了一件全國電子的切案 全國電子那是花蓮的 他是去偷竊 他買CD 以前我們很流行CD 我們可以掛隨身聽是不是 隨身聽的CD 放的光碟片那就可以聽了 結果拿來送給他女朋友 我們也從那一件來破獲 確定是他 直接證據 最重要就是他偷竊的東西 有送給他女朋友 當時你們有盡控道嗎 損失很小 沒有 沒有盡控道 沒有 也很少 但是我們從我們的系統 警察的系統裡面了解說 因為他有說有去全國電子 我們去發現 用我們的系統去查 花蓮的分歧那邊 有沒有發生切案 有 就是全國電子 但是損失很少 損失沒多少 了解 所以在發生的前面那一件 蔣公路的案件是第二件 後來你們持續監聽 還有發現什麼樣的線索 發現到亞克 亞克生線超市的 他是在哪邊的 在民生東路 台北市民生東路 亞克的生煙超市 亞克生煙超市裡面的會計 就是禿頭菜 禿頭菜的女朋友在裡面 禿頭菜 另外一個同伙就對了 同伙的 他的女朋友告訴他們 你今天來 這邊剛好有結帳的時候有很多錢 他女朋友好像因為 我查了一些判決資料 他說原本跟圖頭菜 應該是圖頭菜 圖頭菜的女朋友 跟超市有一些不滿 有一些糾紛的樣子 還有叫黑金城 準備他們要 會計要拿錢去銀行存的時候 在民生東路 到路上就準備要搶的 結果沒有搶成 他也有會計有叫他們說 你們可以這樣 我來祭錢的時候 你們就在路上幫我搶 這樣子 反正就 搶到家裡 但後來沒有成功 搶銀行 要拿錢去銀行 走的時候沒有 這一件案發的時間 是在1999年的1月5號 那一天的經過 場接的經過 大概是怎麼樣的 你說搶亞克的 因為他當初進去的時候 有圖頭菜跟姓張 他們進去的話 就是戴口罩 戴口罩進去的時候 剛好雅克裡面 聲線造勢裡面剛好在消毒 叫人家消毒公司來消毒 消毒員工 消毒員工也都戴口罩 結果他進去的話 他們那個員工說 你幹什麼 我做消毒的 我們就做消毒的 不然怎麼戴口罩 戴口罩 搶了 應該也搶了 也有分到 他們的會計也有分到 也有分到錢 其實他們後來進去之後 他們是從一個隔壁 因為他們是聯動的 從一個錄影袋店裡面侵入進去 黑金城就拿螺絲起走 撬開收銀機 然後再拿出金庫的鑰匙 然後再從金庫鑰匙裡面 打開金庫之後 拿走裡面的19萬元 還有一些小的物品 小的物品 包括一些面子也有 石油面子 面子剛好是我先領口 那個鑰匙害還是誰 他女朋友他家搜索到的 後來發生的 這一件發生的是在隔年的一月的 發生的這一件之後 你們是聽到的嗎 聽到的 都是聽到 用聽的 聽的是什麼內容 聽的內容就是 擺明就是強盜的 聽的內容就是 怎麼講 他有進去要強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是消毒的 這樣子的 後來我們有確定是 這個新鮮超市是他們幹的 沒有錯 只是說強的內容 我們當初還不曉得 強的內容是怎樣 因為我們還沒有動手 還沒擋手 當然我們擋手之後 再開始來問 要擋手的進展 我們就像 所以地方分局也都不知道 你們有在監聽這些事情 不曉得 我們等了跟孟檢察官 申請搜索票以後 開了6張搜索票 我是負責林口的 我們同仁是負責 黑金城的古庭區的 住宿就對了 住宿那邊 因為我們當初 搜索的時候 我們想說搜索的時候 應該也包括我們說的也很仔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搜索的時候 包括他鞋子穿什麼號的 鞋印 都要採 因為我們台北市有很多一些切案 我們華裔說跟黑金城有關係 包括他的鞋子 全部都把它帶回來 採印 因為採印 包括我們別個分局裡面有發生切案 是不是有他的鞋印存在 有的話也是冰果 黑金城還有圖頭菜 他們的一些監聽到民生東路一家整型外科 整型外科裡面 他準備什麼 去做捆綁式的強盜案 他們怎麼樣去做這種強盜案 我們知道說 因為我們 那時候我們就在整型外科裡面 埋伏了一個禮拜 準備他晚上進去的話 我們就往中搜尾 等不到人嗎 就等不到 結果裡面 結果我們監聽的 鞋子尾 就是我們可以把東西掉在這邊 外面可以聽得到的聲音 你說我們可能在裡面 有裝一個老鼠尾巴 來聽裡面聲音的 結果他們病人就碰 碰碰 掉下去了 然後呢 掉下去以後 後來我們跟老闆 對不起 那個是我們為了要怎樣 你說他們發現 這時候裡面發現 他們被監聽了是不是 但是我們不能跟他講說 人家準備跟你強盜 因為當初前幾天晚上 徒頭菜他有一個姓張的 他沒有在一個附近裡面 都我在勘察現場 包括從台南開了一部車子上來 我們也知道 在那現場已經開了 但是事後不行了沒辦法了 我們的署長說 我要人了 我要抓人了 署長說動不住了 因為當初黑金城說 我出來是重量了 你看我現在都有畫畫 在畫畫 你說第二次關出來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抓他的時候 但是我們知道這幾件都是他看到的 他就在公開 請教他毛縣衣 毛縣衣就 那竟然他也有看現場過了 但是他既然跟記者講說 跟記者也公開講說 我現在是出來重量了 我現在都在畫畫了 我當畫家了 對啊 對不對 真的是很瘦腦筋 但是不行了 我們署長說一定要抓人 一定要抓人 因為我們的藝文 什麼都 局長 署長他們都有看到 藝文是指什麼 藝文就是一些 他們的通話記錄的 通話記錄不是用講話嗎 但是藝文是 是把他們講話的內容用成文章 文字黨 文字黨一看 長官看了都知道 講了什麼內容 講功錄了 燦坤的那個 我們都研判應該是他 後來我們跟檢察官報告 有檢察官說 好 那要了 我們就開始 明天整個搜索 他說搜索和賓果 去搜索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抓了三四個 包括他女朋友 全部都把他帶回來 獨頭菜什麼的 全部都帶回來 我們連筆錄都沒有問 直接我們那時候 我們帶回來 帶回去 回哪來 帶到長安東路 長安東路 霹靂中隊那邊 帶到那邊去問 結果連筆錄都沒有問 連人別新聞都沒有問 什麼人別新聞 人別新聞就是說 我帶你 人別就是你的身份 要問我是不是這個人 是不是這個人 我是不是陳鋒的 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陳鋒 都沒有問 這是標準程序 一般來講 一般標準程序一定要問 問完以後 我不接受約金新聞 對不對 我不接受約金新聞 我不要問 我們都沒有問他 直接 那是簽證是我簽的 簽公這個人 就放我們地下室 看守居留所的 直接居留 事後明天 因為我們事後有一些工作 一些工作 時間要準備 包括明天要問什麼 明天問賈 你問魚 你問餅 這樣問 結果帶回來 連白新聞都沒有 直接把他放居留所 嚇一跳 沒有這種待遇過 沒有 完全都沒有 你們不按標準程序來 沒有按標準程序 真的老實講是沒有 結果隔點以後 很好問 很好問 你那時候 你是負的問誰 還是黑金城是你問 不是我問 我記得 我都是統籌的 因為我整個都是要統籌 包括我們遺送書 還有簽證 簽證的話 簽的要簽 因為我們人要關進去 一定要我們的老闆 道具長 從你才可以關進去 就簽 直接放進去 真的是很好玩 那個時候 黑金城在問訊的時候 他的態度是如何 他說我認了 真的 我認了 因為沒有人做得那麼漂亮 做得那麼標準 因為整個說證的行為 包括他的藝文 很多的藝文 包括通年紀錄 全部都包括他秃頭菜 還有去搜索到我們林口 還有整個全部都非常的齊全 但是後來我們也發現一件 花蓮的花旗兒 花旗兒 花旗兒是什麼地方 花旗兒精品店 花蓮的花旗兒精品店 是一家精品店 他還是黑金城去幹的 因為他幹了以後 把所有的手錶 很多這些精品 手錶 顏值筆 萬寶龍的 全部都把他搶到以後 偷切到以後 他直接用去中聯貨印 中聯貨印把這個東西 偷的直接運送到台北社址 屬林的 屬林的印術公司裡面的倉庫放 為什麼用寄的 他才不會流落 贓物留在身上 他們的犯罪說法就這樣子 我偷切以後 我都不會放在身上 即使說我有去花蓮 花蓮什麼幹嘛 我沒有偷東西 你找不到贓物 找不到贓物 後來隔了一個禮拜以後 他帶他女朋友去把他拿出來 順便又送了一支顏值筆 萬寶龍的筆給他的女朋友 那支筆五六千塊 那時候我們知道有這個信息以後 我們就說 那時候我們還不曉得花蓮有被偷的 我們從警用的系統裡面去查驗 花蓮第七有沒有發生重大缺案 結果花蓮有缺套案 那是屬於重大缺套案 當天晚上我馬上打電話給負責人 因為我們報案系統裡面也有 系統裡面也有電話號碼 我就打給他 明天馬上搭飛機上來 來指認確定是他 最近他也沒辦法撇親了 送給那女朋友 包括他的手錶 也後來轉送到某一家酒店 給酒店的經理去買 也算是囂張的方式 後來我們也叫酒店 透過關係 因為你就用強制的不行 透過關係叫酒店的經理 把東西送回來 好像在那一天 他發案的時間是在1998年的12月13號 就被逮前的前一個月 同一天晚上他也有去搶花蓮的全國電子 也是偷 偷切 當天晚上也有去凌晨 也有先偷全國電子 花蓮區的一個建國店 那個偷不多 就偷一些隨身廳 偷VCD這樣子 那個不多 當天晚上是凌晨先偷全國電子 晚上就去偷花旗 可能睡了一覺之後 晚上去偷花旗 所以你們後來總共清出來 蠻多案件的 蠻多的 應該是十幾件的 後來這個案子 他每一件每一件都承認 沒有是不承認的 因為我們所及非常的齊全 很多轉 你說你要怎麼否認 童年紀錄你怎麼否認 不可以說 你為台北 大家四五個的童年紀錄一直下去 一直到台南永康去 永康又有電話說 叫師傅進來 這個沒辦法承認 就算他們不承認 法官那邊他們也擺脫不了 北道黑金城 他好像在後來這些案子裡面 他都在組織裡面擔任比較這種首腦 決策角色對不對 對 他的角色是 因為他做師傅 算師傅給他了 師傅記得 所以後來就負責擔任決策好就好了 對 因為包括民前東路的強盜案 民前東路也有一件 後來事後 我前一陣子有去跟他 私底下聊天 他說我根本不可能會強盜一個管理員 他會去強盜管理員 後來管理員去書頂說沒有 因為他是搶管理員的樓上的 他們樓上的一個住戶 他說我這個GIFSA在搶管理員 那是頭部派的 也沒什麼好搶 沒有什麼好搶 就是住戶裡面有一戶人家 所以他們是控制了管理員之後 再往上的 黑金城後來也因為 連城哥你們破的漂亮 其實關出來沒幾個月又回去了 兩三個月又回去了 因為這些案子 連帶之前假釋的刑期 最後要服刑12年半的期間 其實這輩子黑金城前前後後 總共做了20年老 幾乎就跟無期徒刑一樣了 真正紮實的做了20年老 媒體曾經說過 黑金城前後犯下有200多件案子 真的有那麼多嗎 他後來好像講說 好像是太離譜了是不是 要這樣說嗎 應該是 我想我們有說正道德的話 就是我們這期間 其他的我就不以置評 因為畢竟不是我們破的話 這怎麼規則也沒有用 他自己後來在媒體受訪的時候 曾經說過 因為是離譜了一點 因為在過往 因為有這種連續犯 一罪不兩判的這種 算是法令上的一些規定 如果你是連續犯罪的話 那我全部一起判一個刑度這樣子而已 現在是一罪一罰 現在是一罪一罰 所以那個時候他說很多不是太他身上的 他也是算在他頭上 因為算是幫忙警察做業績 這些沒有破的 全部算我頭上來 我們還不自己這樣子 老實講 我們還不自己這樣子 他是這樣子說 這個連續犯一罪不兩判 在那個年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罪不兩判 那個年代我就 應該 比如說我連續做了很多個案子 那應該是合併 合併判就對了 比如說像年輕城這樣 你們全部收證完後 最後就一次只判他 一個11年多的刑度這樣子 12年 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他全部都合併 假如說其他強盜案 強盜唱坤跟永康的話 那合起來 絕對超過 一罪一罰的話絕對超過 所以其實一直到2006年 刑法才廢除這樣的連續犯規定 將這種訴罪合併懲罰 改成的這種一罪一罰的方式 那才算是嚇阻了 這種刑事案件的這種法事 不然連續犯只要關個幾年 又可以出來再幹了 到底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才幫揹了很多件 變成200多件 因為之前那時候幹的案子 我們都沒有再去把他做一個 舊的案子不會再去清查 我們是從他延完出來以後 才會去全部都把他掌控得到 因為他當初在建議關的時候 我們抓到一個小柔柔的切斗案 你知道嗎 黑金城是我們抓的 我跟他關在一起 很有面子 關在一起很有面子 算是師傅級的 當然可能多少要學一些工夫 多少學到一點就是 其實在後來 黑金城也出獄之後 好像這段期間這種切斗組織也随之沉疾 沒有像是從北到南偷這樣的師傅級的 現在那個年代應該是陳清客 還有一個也彭信的 那時候被我們抓到詠達 金湖山的幾個強盜案以後 發現被我們破壞以後 還有詠達還有中山分局的 一個什麼打中導航被搶的話 他被搶 還有信義路的亨達利 被我們破壞以後 結果台北市的強盜集團就消聲令機了 包括陳清客 陳清客是很狡猾的 非常狡猾 因為我們陳清客當初 我們破壞金湖山強盜案的時候 他那張握的錢不多 給他的女朋友陳香蘭 請用陳香蘭的名義放在保險箱 保險箱以後 當初我們破金湖山的時候 是剛好前一天晚上 陳清蘭伊把帳戶拿來 拿來陳清客他家 結果我們隔天去搜索 剛好搜索到 才能夠做得到 才有帳戶 因為金湖山的時候 中山分局 刑事局 都有監聽他的電話 但是沒責 沒辦法 都沒有直接的證物 結果那麼巧 他今天晚上拿回去 明天我們去搜索 剛好搜索到 金湖山的老闆叫楊葵八 人也往生了 老實講他也比較小氣 怎麼說比較小氣 沒關係我退休可以講 當初我們破獲的時候 不是有請吃飯嗎 他慶功 慶功以後 結果我們 我們辦的人很多 結果差不多就定四桌 定四桌 結果我們差不多六十個去了 怎麼辦 我們跟他講說 坐不下 坐不下 在一桌 補藥就是補藥 你們那些鐘錶 找回來七八千萬有吧 七八千 應該是七千多萬 他有一隻佛手 那一千五萬 沒這個回來 或許他有灌水過 搶到他們會灌水 你知道嗎 被搶的話 就像一個去搶銀行的 我講一個笑話 就是去搶銀行 去搶下去 老大跟一個樓樓 大學畢業 搶多少 不用問 明天報紙就知道了 不用數 明天報紙就知道 結果銀行的經理說 被搶多少 灌水 包括其實之前貪污的前節目 都把它灌進去 這是一個笑話 所以後來你剛講到的 陳青哥後來其實又有在犯案 三重又有在犯案 他回不了的 應該是沒辦法 這是關的很關到死的 大家如果對陳青客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搜尋一下陳青客 客是那個 那個課業的課 清清白白的清 錯號叫特董 特董 前陣子才因為又犯案 在三重區犯案又被抓了 這個案子要搶的時候 我們黑帥他也知道 是喔 有諮詢他是不是 不是 他說這樓樓你還在做 你真正 不退休 應該都夠用 老實講 但是他沒有判斷的 頭上癮了 所以像現在 現在這樣的一些竊道的手法 跟或者是這種竊道組織 他們有一些推陳初心嗎 以現在的資訊來講 因為現在的進入系統 天樓帝王 古著天樓帝王就是進入系統太多 應該要搶到 要切到 很少 而且這種保安系統很強大 很強大 非常的好 以前其實黑金城會很厲害 就是因為他專長 破壞保險系統 他的保險系統非常厲害 現在即使你厲害 天樓帝王你也跑不掉 天樓帝王 今天這部車子放在這邊會失竊 這附近的監視系統 有誰有靠近這邊來 三秒鐘就吹出來 三秒鐘都找出來了 好像說你比較誇張 誇張一點 確實天樓帝王 天樓帝王真的很厲害 現在警察辦案什麼 你會掉進入系統就會破案 你現在是鷹眼 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單位 以前我們有一個洪副局長 洪凍昇 他就要求我們去指認一些 貫切的臉孔 怎麼可以看出臉孔是誰 誰是誰 現在不用了 要監視系統太多了 不用這樣子 後來我想問一下 黑金城輩你們去逮捕他當天 你們有在他家裡面找到什麼账務嗎 他當時怎麼反應 老實講他家沒有什麼账務 真的沒有什麼账務 但是我們的基證都可以給他指認 確認是他幹的 這樣子 沒有辦法沒有 沒有人說做得這麼多錢 做得這樣 因為我們進入系統太多太多了 哪一件哪一件哪一件都有 對不對 你們做的資料非常漂亮 所以也不用去出庭做證 一般都會想要叫我們出庭做證 我們都沒有 是了解 資料都非常齊全 資料很齊全 你跟黑金城還有聊到這個案子嗎 你們是怎麼聊的 這是事後 你怎麼說 大拇指 因為真的沒話講 他真的摘了 摘在我們手裡沒話講 他摘在別人手裡我不曉得 摘在我們這邊 我們書籍署這邊 因為做了 包括他女朋友的 他女朋友也很漂亮 但是事後我們了解 但是那個女朋友是有夫之戶 這樣子 沒關係 他是後來也換了 他現在也換了 現在娶一個老婆 也生小孩了 你感覺他最近比較想 北道之民還在嗎 或者是有想要衝 有沒有想要 應該是不會 回歸老路 我想說他現在都從事導演 他拍電影的 好像是要像他拍電影 做動畫或做什麼 動畫 應該是動畫的電影 他有人找他了 找他在做 應該不會再去做 年紀這麼大了 監督戲整個這麼多了 你怎麼 對不對 搞不過警方的 真的 還是重量比較好 真的 好 所以感覺他真的是有心要重量就是了 對 真的有心 真的 因為我們跟他最近跟他有聊天的話 也覺得也真的不錯 對他的感覺 也就是很正常 應該都是一個家庭 一個很正常的家庭了 黑金城偷盜一生 最後換來20年的牢獄之災 他本身自己的興趣是美術 牢獄期間他專員最多的也是美術 還出了一本自己出了一個漫畫 叫做《牢騷》 裡面都是他在牢獄中所畫的四個漫畫 他一直等到五六十歲才被關出來 從黑髮變成了白頭 他當時黑髮的時候是真的很帥 我看到照片是真的很帥 他說自己出獄之後 也還是在寫字還是在畫畫 並且會想辦法去創業 像他現在可能也是在從事這種 可能導演工作 導演工作 拍電影 拍一些電影 動畫片之類的 他坐了20年的牢 得到的是什麼 得到的就只有教訓而已 他說不會再想去碰這個牢本行 不過他也認為自己雖然偷盜 做的都是犯法的事情 不過他的心術從來都沒有壞過 如今也算是真正的讓子回頭了 他也奉勸 如果真的有年輕人想要混黑社會 想要去做監犯科 要知道說現在的時空環境都已經完全完全的不同了 是當時的環境去造就了北道之民 如果年輕人如今還想去作惡的話 又是憧憬的什麼呢 還會有下一個北道嗎 可能是已經不會有下一個北道了 這一集我在案發現場就談到這邊 也感謝連城哥的分享 謝謝他們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SGREG臉書搜尋 我在案發現場 有臉書社團粉絲團以及IG三個平台 通通追蹤起來就可以掌握更多案件消息 也可以跟鳳東友聊聊給我們建議 各個收聽平台上 按下訂閱跟五星評分 就是對我們最好的支持 如果在Apple Podcast什麼留言 我都盡量在節目中給出回覆 也貴求聽眾們推開給雙方的好朋友 一起來聽聽看我們聊案子 案發現場 我們下次再見